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夕陽28house找樓app 贊助貨窗 上個月新盤去貨加快 不過補貨就更加快 10月獲批預售樓花單位數目 按月大升超過40倍 令到可以隨時發售的私樓單位 被滾傳到接近13000伙 見16個月的高位 地政總署公佈 上個月一共批出四份預售樓花同意書 扭轉連跌兩個月的趨勢 按月大增1590多個 或者大約42倍 至超過1630個單位 令到已經獲批預售 但還未發售的私樓單位 滾傳至大約12800個 見16個月高位 獲批的項目除了有已經公佈樓書 最快今個月開售的上水雲行之外 焦點落在新世界火拍帝國集團 資本策略和麗生等等發展的 黃竹坑站港島南岸第5A和5B期 分別提供447和378個單位 新地發展的啟德前跑道區項目 天曬海第2A期也拿到賣樓子 涉及43個單位 累計啟德隨時可以發售的單位 有超過5720個 佔全港相關數字大約四成半 至於上個月新增的預售樓花同意書申請有三份 涉及大約1900個單位 雖然按月少大約一半 但仍然屬於半年來第二多 亦推高大批預售樓花單位總數 去到近18000個 見16個月高位 市區單栋新盤源源不絕 發展商都食住個世盡快推盤 由新地和惠德峰地產合作的 何文田住宅單栋項目 太子道西233號上載樓書 項目二樓起是住宅樓層 供應75個單位 包括64個標準單位和11個特色單位 實用面積375至1748呎 間隔由兩房至四房 主打四房的單位 佔全盤大約一半 發展商說頭階段先以招標形式發售 秋水其中一種主打的四房細體 位於標準樓層的B室 全屋的開織市井 入屋先經過五呎長的圓關 進入長型的客飯廳 長大約17呎 闊度又大約10呎 單位其中三間睡房 分佈在這條長超過10呎的走廊 的確挺浪費空間 其中主人房的浴室 臨浴間裏面就有門 推開是16呎的工作平台 相信用途都不大 而另一間套房獨立 放在廳的另一邊 項目的單位景觀分兩種 分別是向南和向北 大部分A B室就向南 主要是望加多利山花園一邊的樓景 而CDE 沙就向北 對正太子道西馬路 相信日後塵埃和噪音會比較大 另外早前委託測量司行出售的赤柱 街尾道18號獨立屋 亦都上載樓書 樓高四層連地庫 面積接近7300呎 設有私人遊泳池 花園、天台、升降機 和兩個停車位等等 同時樓書列明項目所在的位置有斜坡 買家或者需要承擔保養和維修費用 資料顯示 項目前身是已故歌星鄧麗君的居所 轉手後業主將項目重建 並且委託測量司行放售 估計項目市值大約5億9千萬 赤價大約8萬元 歡迎收看焦點財經 我是洪嘉昇 內地外貿數據和A股做好 港股反彈超過400點 中資券商和內需股又追捧 麥加恩報導 內地出口數據理想 戶心主要指數齊升超過2% 創近一個月的高位 港股低開高走 恆生指數午後高建20986點 逼近21,000點的關口 收市升414點 報20953點 成交進一步增加至近2200億 接著要繼續看著聯署的意識結果 都帶動到中資券商股 中信、蕭商和中洲證券 升幅都超過1成 市場憧憬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推出重磅的政策 內需股又追捧 海底撈升9% 是表現最好的藍醜 內房股亦都炒上 龍湖升超過8% 世貿曾經升超過3成 有線新聞麥家恩報道 人口連續半年暫停增持黃金 10月底黃金儲備有7,280萬盎司 按月持平 上個月外匯儲備有3萬2,600億美元 比市場預期少 按月減少553億美元 結束連續三個月升勢 騰訊主席馬法騰 身家升幅是頭100名富豪之冠 過去一年 稍後看看 內地上個月出口增長超過1成2 創超過兩年來最好的表現 但分析說 美國或大幅增加中國關稅 外貿前景仍然不明朗 劉家法報道 內地上月出口增速顯著加快 表現是2022年8月以來最好 以美元計 10月出口按年升12.7% 被9月加快10.3% 遠高於預期的升5% 不但進口就結束三個月的升勢 倒退2.3% 跌幅略多於預期的2% 上月貿易順差 擴大至超過957億美元 頭10個月 內地出口升5.1% 進口升1.7% 海關總署說 有信心實現全年外貿目標 在一攬子增量政策集中發力背景下 10月份進出口增速較 9月份加快了近4個百分點 前10個月 我國外貿平穩增長 規模持續擴大 結構不斷優化 全年外貿 置身量穩目標 渴望實現 但分析關注 美國或者可能大幅增加中國關稅 外貿前景仍然不明朗 特朗普已經當選了 我相信有很多出口商 美國的入口商 他會盡快提早一些 從中國進口去添一些存貨 去增加庫存 避開特朗普的關稅 和那個不確定性 所以反而這個選舉結果 短期來說 可能有利於中國的出口 不過這只是短期 長期來說 都是要看特朗普 如何處理和中國的貿易關係 近年頭10個月 東盟仍然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 對他們的出口 超過4725億美元 升10.8% 其次是歐盟 出口升1.9% 對美國出口升3.3% 對日本就跌4.4% 有線新聞劉價法報導 特朗普當選下屆美國總統 分析預料他的經濟貿易政策 可能令到美國通脹升溫 放慢聯儲局明年的減息步伐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 市場憂慮他加徵進口關稅 令通脹重現 並且影響減息步伐 夾馬美國10年期國債息量 抽升16個點子 升幅創近半年來最大 馬通和尚銀都相信聯儲局 今年餘下兩次會議 按市場預期分別減息0.25厘 但是明年起步伐放緩 摩通認為每隔一次會議 才減息一次 瑞銀就預料明年只會減息一厘 最新利率期貨也顯示 明年一月減息的機會 由上日超過四成跌至兩成多 野村甚至估計 美國明年只減息一次 其後貨幣政策維持不變 直至關稅帶來的通脹衝擊過去 並且將終端利率目標 上條半離去到3.625厘 意味整體減息幅度 比起之前預期收窄 花旗反而認為 特朗普上場對油價構成壓力 相信他將會向油組和盟友施壓 促使OPEC加更快取消減產 同時減少地緣政治緊張 預料明年布蘭特旗油 平均回落到大約60美元一桶 有線新聞 洪嘉昇 報導 據保摩根大通行政總裁大蒙 無意加入特朗普團隊 市場傳測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 大蒙有機會成為財政部長 但路透引述消息說 大蒙將會繼續留在摩通 無意加入政府 大蒙上個月在摩通的電話會議上 曾經被問到會不會重證 他回應指機會更負零 加拿大政府下令TikTok關閉當地業務 創新科學及工業部長 雙彭菲子 TikTok和母公司自接挑動 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基於收集所得的資訊和證據 安全和情報部門及其他政府夥伴的建議 勒令TikTok關閉業務 但是加拿大用戶仍然可以登入和使用 TikTok發言人批評此舉 會令到數以百計的員工失業 會透過司法程序應對 加拿大去年以TikTok 對私隱和安全構成風險為由 禁止政府設備安裝這個應用程式 指數編制公司MSCI 指數成分股季度檢討結果出路 中國指數剔出廣氣集團 韜博和外奇藝等20隻股份 另外新增4隻A股 MSCI中國小型股指數 就新增富力地產等50隻股份 剔出超過100隻股份 所有變動11月25日收市後生效 人行召開外資金融機構座談會 匯豐、摩通、摩根士丹利等機構都有派員出席 人行行長潘公盛在會上致辭 並且聽取外資金融機構的建議 與會的外資機構有11間 他們認為內地推出一籃子刺激經濟措施 有助提升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希望雙方可以加強溝通互動 潘公盛表示 人行將會認真落實 國務院的決策部署 福布市新一屆中國富豪榜出路 農夫山全創辦人鍾閃閃 連續四年成為中國首富 騰訊主席馬化騰排名升兩級 去到第二位 王堅章報道 內地股市過去一年相對回暖 帶動內地富豪身家重拾清世 財經雜誌福布市說 內地頭100名富豪合計的身家 再次突破1萬億美元 按年增加一成半 其中騰訊主席馬化騰 身家升幅是頭100名富豪之冠 過去一年財富增值174億美元 至到468億美元 排名上升兩級 至到第二位 不過首富的位置 仍然是由農夫山全創辦人鍾閃閃包辦 雖然期內的財富 蒸發93億美元 至508億美元 成為百大富豪入面 身家縮水最多的一個 但仍然穩具首富的位置 並且是連續四年成為中國的首富 第三位的是 智智跳動創辦人張一鳴 身家456億美元 排名比起去年上升一級 第四位是拼多多創辦人黃增 身家增加77億美元至439億美元 有線新聞黃建築報導 有調查顯示 中小企對今季的營商前景展望有改善 新產力局聯同 沙達發布的第四季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顯示 指數按貴升3.2至45.7 重回去年第三季水平 其中有關盈利表現 環球經濟 營業狀況的分類指數都有明顯增長 但企業招聘的意欲仍然拼低 投資意欲亦都出現倒退 沙達認為指數回升 與美國9月大幅減息 以及內地推出刺激經濟措施有關 在9月中的時候 聯儲局決定開始減息 還以一減就減50點 緊接著減息之後 我們開始調查 變成減息的預期 我相信是有幫助到 環球展望的項目 或者分項的改善 另一方面就是 在9月底到10月頭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也都看到 中國那方面推出 一系列的組合權 去穩定經濟 以及支持市場 大家落發刑警 預期截至9月底的中期順利 按年下跌最多三成 除了因為高基數效應 主要的原因是 首財貴的餐飲業 受經濟疲弱 以及港人境外消費增長影響 出現比預期更為嚴重的下滑 早點財經 到這裡再會 起飛行 再次見 下延期 再來 健康 週間 飛行 中